中间放到最中间是最好的 放边上也可以 最好是放到最中间 它比较左一点点 嗯 你看我把那个 差一点就不往来了 最好是放到最中间 放边上也没事 嗯 然后是不是要把那个图宽起来 然后拍照 就拍不到 然后就 就拍不到 就拍不到 现在起样 就是起样 起样 起样好之后 我们就来 我们就根据这个藏品来 来找位嘛 嗯 那我们要这个 这边 把这几个捏就行了 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定一个位 因为我们找到这几个位之后 这个才没定位了 比如说像我们这些 有很多杂质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吃掉它 可以这样把它抹掉它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藏品啊 它可能说像 像这样子一样 有些像这里就去了个角 然后这里又没有 所以我们再调这个东西 这里也可以调 这里都是可以调的 这边我们 反正调的效果 最好是这边 能看到这条绿色的这边 就有绿色的边 然后就可以 对 就是你画过的地方 有绿色的那个线 对 就是我们要定位的那几个地方 而且是只能是一根线 不能是两根 不能是很花的那种 像这个一样真的就不行 像这个 像这样子基本也可以了 反正这个线红嘛 我们再大概做一下吧 嗯 然后这个训练 训练 训练啊 这个我们这个 我们要走 就是我们要再两个普遍走 像这样子 这个是在整个方案都可以走 啊 全途 啊 我们也可以整个区域 特别的地方 特别的地方 区域嘛 区域嘛 也可以在这里 我们也选择这个区域走也可以 嗯 我们想想想全部也可以 嗯 这边有个相似度 比如说我们 我们是以这个做的标 啊标准 他可能有些问题 他多少有点差异的 我们就比如说他特别不是很大的 我们就这有个相似度 我们也可以收到百分之六十 也得收到百分之四十 就根据产品来来调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筋度不是很高的话 可以收到百分之四十 然后要去比较高的话 也就收到百分之八十 也可以啊 哦 这个是那个 像速度 就是筋度咯 和筋度 它是一个相似度 相似度 对 因为我们作为标点 我们要打个标准的东西 是吧 嗯 他可能是这里有点弯 有点点 我们也用也碰不出来 我们要经过放大 是他他才能看出来 他可能 他可能相似度 他可能是打到百分之四十 就是那种一模一样 一点没有区别的 就可以打百分之八十 对吧 对对对 那差别比较大 我们就可以收到百分之五十 然后我们找多少个 我们这边也可以 因为我们这边要找 我们要在这个放过之内 我们可以找两个找一个 我们也可以在 也可以找五项个 嗯 找个五项个嘛 五项个就是说 有多少个就可以找多少个 那对对 然后点确定了 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打编位置 这边有个东西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了 我们就有这个了 嗯 来点数一下 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产品找了 找啊 这个我们要打哪个 产品找哪位置 比如说我们要打中间 就是一位置 对 就要打别的位置 嗯 如果我们打不要打这个 中间的话 我们就打这里 比如说我们要打这个 角度的话 就打这个位置 嗯 然后刷好之后 给它点确定 这个 这个 这个就行了 因为我们都没用的 这个 嗯 那就可以了 然后刷好之后 然后就是 位置 测试 没有 我说 就是测试嘛 嗯 我现在是给它定位嘛 嗯 然后它现在定位在这里 然后我们打在这里 然后可以打在这里 然后可以打在测试一下嘛 嗯 好 这个打得不圆 太大了 这边 是